天啊 太興奮了 太興奮了 對不起 我剛起床 我都還沒有整理 我等一下去整理 今天我要跟大家宣布 我今天終於要領取我 人生中的第一筆保險啦 其實我已經忘記它是保險 受險 還是什麼儲蓄 今天跟我的專員有約好 他待會12點的時候呢 會來我家幫我辦理領取的部分 好興奮好興奮好興奮 這裝修真是有點久 我印象中好像是大學的時候 去投保 對 我印象中是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很興奮 然後也 好 我先去跟展睿分享這個好消息 是嗎 展睿 我今天要領取我人生中的第一筆保險 然後呢 多少錢 10萬 恭喜 我剛剛沒有很喜歡你的表情 我剛剛睡醒 我那麼興奮來跟你分享這件事 我沒有 剛剛我不滿意 我剛剛睡醒 我可以讓你再重來一次 我剛剛睡 我可以再重來一次 我可以再重來一次 我可以再重來一次啊 我們再重來一次啊 沒有 剛剛我真的不滿意 我覺得你剛剛沒有娛樂的價值 嗯 喔 對啊 OK Fine Well So 謝謝 欸 宣 展睿 你展睿 怎樣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一個好消息 我今天終於要領取我人生中的第一筆保險啦 都 都 都 多少錢 10萬塊 你懂嗎 你想怎麼買掉 大學的時候啊 哇 你懂保險嗎 我沒講 你懂10萬塊 你懂 10萬塊 欸 宣 妳等一下要領喔 對啊 不是要放著可以滾的意思 沒有 我只是想說把它頂出來 你知道有時候是買到忘掉 喔對 其實我有忘記 是那個人提醒我 各位你們現在是不是搞不好 身上有一些還沒結 趕快去查一下 雖然說這10萬塊 可能在我這個年紀 或是說在這個階段 你聽起來會覺得說 嗯 就是一點點了 但是說實話 這是你當初替自己規劃的東西 然後現在突然間 欸 我存到了 你大學的時候 一定會覺得10萬塊是 超多的 畢竟我現在的年紀 我去看這件事 我不會覺得 喔 它特別多 但是它還是一份 錢跟禮物沒有錯 所以我今天有一種感覺是 好像 我今天要領取我當年 自己年輕的時候 送給我自己的禮物 紓困禮物 紓困 對 對啦 我當初就是有預言 所以我幫自己紓困 好啦 那我不打擾你了 掰掰 什麼事 ز燕 跑掉 然後轉 跑掉 在紳士 抹茶 抹茶 放開 什麼東西 毫無 吹風機 整理好了 這吹風機真的是 我沒有用任何的梳子 我帶這個 這可以 飾品對男生來說非常的重要 我沒有換衣服 這就是我剛起床的衣服 我只是放上一條我適合的項鍊 因為我覺得熊跟破碎的心應該是蠻大的 所以呢 飾品的點綴就會讓整個男生的氣場完全不一樣 然後加上我帶的這個耳環 今天是沒有很低調 因為我們要讓我這個好久不見的保險業務員的朋友 知道一下我這幾年的氣場已經不一樣了 到底要證明什麼 一點點視頻上的點綴 搭配一點點的妝感 男生主要是眉毛 然後一點點眼睛的神韻 還有粉底 基本上一整天開開心心的氣場就完成了 哼就是這樣 各位 對 學這點 打扮而已 沒什麼 很簡單 你也可以 他應該快來了 那我去 逗貓 你看 等一下客人來的時候 你要乖喔 不可以對人家吐氣喔 知道嗎 養得好胖喔 好肥喔 好可愛 哇 欸 看 這頂帶呢 是我在拍打買的 拍打這個牌子呢 被他的質感 我個人是他的二號主 嗨 好久不見 嗨 真的 這個是聖男 它是我 大姐前男友的躺帝 對 這關係好複雜 我今天其實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一大早起床之後 我就想說因為我們很久沒接妳 對 我剛剛想一想發現 結果我好像要戴口罩 那我剛剛在幹嘛 我剛剛在那忙什麼 我剛剛到底在忙什麼 今天要領的是我 應該是十年前買的吧 102年的時候 我在102年的時候 買了我人生中的第一筆儲蓄 現在呢 我要領取我人生中的第一筆 儲蓄 對 儲蓄 我應該不是唯一的這麼興奮人 嗯 好像是 是嗎 是 可是這是人生中第一個 對啦 如果是第一份 通常會比較興奮 會想說到底有多少錢 這裡有寫我的稅數嗎 對 有 那時候是26歲的時候買的 其實我這樣買算晚了對不對 欸對 算有點晚了 因為其實我對於數字的朋友 現在我自己沒有很懂 然後我二姐就說 是我二姐嗎 雖然說是我大姐男朋友的堂弟 可是是我二姐介紹 對對對 那時候 因為我二姐是一個很摳 然後很精打細算的 的婦女 她就跟我講說 我都算好了 我也都打聽過 然後這個男生很值得信賴 他說弟弟你 你如果 什麼都不懂 就直接跟他買就對了 然後那時候想說 欸 存錢好像也OK 一個月是多少錢 1200多 一個月才 1200多 但是你要想我那時候打勾 欸不對喔 26應該已經是這群人了 已經是 而且那時候很紅的是 淡定一個那個時候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算是初期啊 因為那時候新聞還會說什麼 我們一杯紅茶五十塊拍片 我們拍片的成本 跟我們賺的錢 其實收入都是不成正比 所以那個時候 1365元對我來說 很辛苦 是 然後我還要繳助學貸款 哇 那等於你丁欸 不過沒關係 都丁過來 等於我今天領取我的 身中第一份禮物 其實我 真正到期的日期是 108年的8月份到期 對 我完全忘記這件事情 是啊 我31歲的時候可以拿到 十萬一千一百九十 現在33歲的時候我可以拿到 十萬五千七百九十 它會成長 喔它會成長 只要不管它 它每年都會固定成長 欸35歲的時候可以領到 十一萬零六百一十元 我如果是26歲的時候 我可能聽起來迷人 但我現在會覺得 感覺很少對不對 是蠻少的 不過你看喔 因為現在的利率只有一% 對 如果要領利息一萬塊 對 其實回退我們的本金要多少 你知道嗎 要一百萬 是高的 現在台幣很低了 因為這張是2.25 負利 現在大概只有1.75 所以我當初的決定是對的 是 是對的 我現在看起來我覺得這利率很少 可是這個利率現在是找不到的 找不到 回不去了 真的假的 好開心喔 如果存多 其實這張是非常漂亮的 我當初就是沒有辦法存這麼多 我當初其實已經是死兵活平了 我還是只能買一個 六年然後 十萬塊的保單 我覺得買保單就是 能力所及 是 就是還是你要去看你 接下來幾年的規劃 對對對 不要讓自己壓力太大 我當年也是讀一個 就是我覺得我會越來越有命 一定的啊 所以我才敢賣 不然如果我說 買完之後 直接一直走下坡 然後這才得了 是 對 蠻謝謝的 我覺得有這個緣分 但我自己是覺得我今天 確實是想把它領出來 因為我想要有個儀式感 算是送自己一份禮物 這群人也已經 11歲了 哇 這個就是我當年 加入這群人 然後又幫自己理財的 第一個規劃 然後我就想要把這個禮物給領出來 算是送我自己 今年的一份禮物 我要簽下去 我要簽下去了 好啦 我這邊不私場啦 真的 因為這是一波很信任的一個人 而且我覺得他很善良 你是善良的吧 是啊 你不能騙人喔 那個照片很久了耶 對啊 你年輕的時候 是啊 謝謝你 不會不會 恭喜你得到一個 以前的 為自己規劃的一個禮物 現在變得到他了 開心 所以呢我今天決定 將我這個十萬塊 捐給一個曾經照顧過我的機構 大家都知道我是體代醫 我曾經在宜蘭的頭城 聖方祭長期照顧中心服役過 那一年對我來說 對於生命的看法 對於長輩的看法 我有很大的改觀 一定會很多 生離死別的故事會發生 因為我也要常常帶老人家去看醫生 然後也常常會 可能每兩三個月 就會遇到一個老人家離開 覺得生命是很需要被珍惜 這個機構呢 就是孕育出我的一份子 然後今天我要把這個禮物 送給這個曾經照顧過我的機構 謝謝這個機構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還有理財上的規劃的話 試試看 在自己能力所及之下 試著理財 試著幫自己存錢 也許在六年 十年 或是二十年 你也可以送自己一份禮物 你也可以決定 這份禮物你要拿來 做什麼事情 趕快去理財 試著幫自己存下 人生的第一桶金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喜歡我們的影片 你喜歡就好 我剛打電話問 找到當年服務的那個 就是某個大姐 然後跟她叙舊一下 她說我要指定的話 其實就是 Focus這個機構的帳號 找到捐款的方式 遇到一個小差距就是 我沒有辦法直接賺十萬塊 所以我要分兩筆 希望今天影片大家會喜歡 跟我一起 做一個 好人 掰掰 展六今天不是跟你說我要零的 人生中的第一筆 出去寫嗎 嗯 然後我後來就 突發奇想 我就想說 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它捐給 我那時候服務替代衣的那個機構 老人照顧中心 嗯 我覺得很棒 欸不是 你好沒有熱情喔 你哥做了一個 這麼值得被鼓勵的事情 天啊 我剛是誇獎喔 對不起 我感受不到你的誇獎 各位觀眾 你們有感受到誇獎嗎 我不覺得是欸 天啊 欸 水瓶座真的很難聊欸 欸我也是水瓶座 煩死啊 天啊 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